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瓶好酒吗 对了 对了 你看光说话 把酒的事都给忘了 快拿出来吧 好啊 一定要尝一尝 那我去拿 这酒呀 是我爸在来的路上 特意给你去买的 相信的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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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拿过来 这傻闺女 听我说 不好意思的 周总 我琢磨来琢磨去 这个酒可能有假 这场合 那要是喝了假 有那么大傻风景吗 所以我准备回去 自己先品尝品尝 要没问题了 咱们再买一瓶 给周总好好喝嘛 是不是 周总 您不会介意吧 不会介意的 就是嘛 娜娜 坐下吧 来 吃 这么一桌好菜 别浪费了 真好我也饿了 来 爸 这个好吃 来 多吃点啊 妈 照顾好自己 吃吧 吃吧 他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是 你小声点 人一没废一枪一弹 果然被打败了 这个儿子是白痒了 这周总啊 你确实有点思索主张 怎么 你觉得意外了是吧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就冲当年 他对顺子那个态度 说辞就辞啊 这就说明 这个人就不是个好人 他当老板 当惯了他 见人就想指挥 不指挥他心里痒痒 你可把顺子给指挥的 团团团团呢 你有这个本事吗 我是心疼儿子 我怎么可能只会顺子 这不就得了 你不喜欢有人 真是 那周总呢 能给顺子一个好的前程 咱又给不了 是不是 算了 要是真为顺子好啊 你就把你那自尊心 放下吧 儿子再好有什么用啊 给人家的 活了这大半辈子 回头一想 我白活了 给人家培养了好女婿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你让人听见了多难看呀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我还得听女人指挥 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他 你干嘛呢 干嘛 两千块钱这是 我活上喂狗我也不喂他 你喝酒干嘛呢 你疯了 我不喝酒干嘛 我喝一杯子酒 不行 你不能这么喝酒 带着去 行行行 你喝吧 喝死拉倒 我看着你喝 死了吗 那香了 香了 香了 醒了 醒了 妈呀 你看你不能喝水 让你喝 快起来 快起来 妈呀 快点 妈呀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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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你真是的你 你呀 你呀 什么都不会 就会添乱跟你说 闹了半天 那事你早就知道了 比你早知道 没两天 那我妈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怕你担心呗 我现在知道我就不担心了 你还帮着一块儿瞒 你别闹啊 我不得听领导的 我还得替领导表扬表扬你了 真心你们两个人 背着我捣鼓起事来了 我妈那公司 真要卖啊 说话呀 说话 娜娜 我问你件事 你说 你想去香港吗 如果我妈要回香港的话 我当然愿意去了 可是 也得看你想不想去 想听实话吗 想听 其实我觉得吧 孙子 赶快过来 我怎么看你爸不对头 快点啊 啊 啊 我爸怎么了 肚子不好 快快又快 怎么又要拉呀 来来来来 快加不住了 您慢点 别这么笨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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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到底吃坏什么了你 你 哎呀 我的天哪 爸 吃不得好东西 我们都吃了 怎么都没事啊 拉完了以后啊 咱们回东州 我受罪了 那那那 躺这儿歇会吧 慢点啊 慢点啊 哎呦 怎么了 哎呦 吐呢 快点 来来来来 来 走走走 快吐了 啊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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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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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什么了这是 爸 爸 你这怎么跟白酒味的呢 爸 怎么了 杨顺 我去给你拿水 这不知道吃什么了 你看 吐了 又吐又拉的 要不要送医院啊 哎呀 他吐一会儿吧 好了吗 爸 来 快活得弄水了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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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 往去 哎呦 不是 吃什么东西一样吗 怎么吐出这味来了 哎哎哎哎 哎哎 师父 爸 爸 快快快快 我去打电话 我去打电话 来 不要 不要 你看这眼睛肿得 脸型的酒精中毒啊 酒精中毒 嗯 哎呀 大夫 要紧吗 需要不需要住院呀 我看没什么大碍 因为甲酒里面全是甲醛 把里面的有害物质排出去就可以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醒了以后就能出院了 那谢谢你啊大夫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啊没事 怎么会酒精中毒呢 晚上也没喝多少酒啊 估计啊 真是买到假酒了 就那瓶没开的酒 怎么这么不小心 那好像醒了 哦 哦 那个 这样 你们先回 我在这儿守着 哎呀 咋能让你守呢 你跟赵丁赶快回家啊 妈在这儿就行了 哎呀不行妈 你都累一晚上了 还是我跟顺子在这儿守着吧 哎不行啊 你哪能在这儿守着 还是听我的 你们先回 我在这儿守着 好吧 那也行 爸醒了 给我们打个电话 好 自己小心啊 嗯 走吧爸 嗯 回去吧 好 好 回家 我打电话 哎呀 起来吧 人都走了 呀 还装呢爸 我刚才都看见您睁眼了 真是 别看了 都走了 真买着家酒了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那个卖酒的 看不成死他 行了 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还想着打打杀杀 现在感觉好点没 他们怎么就把你一个儿留下来 是不是留着你来整治我 不是说养儿防老吗 我现在就是孝敬您了 那倒吧 你也回去吧 不用 我在这儿陪陪陪你 我再这儿陪陪你 我再这儿陪陪你 哎呀 就趴一会儿 睡一会儿吧 不用 爸 那儿还有个吊瓶 等吊瓶打完 我再歇会儿 您睡吧 你在这儿干的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 我去的 为了呢 其实 我给你妈呀 也希望你好 她就是我们呀 没有本事 帮不了儿子什么忙 您说什么呢 咱这一家子不都挺好的吗 你呀 想干什么 我们拦不住 也不想拦 只有一点 把你自己的事也干好了 不用管我们 还有一点 孙子 假如哪一天你爸先走了 一定照顾好你妈 你妈呢 跟着我 太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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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爸 您说您 咱们现在一家子多好啊 你怎么还哭上了 不哭不哭 那个姓周的呀 心眼还太多了 你咱一跟过去啊 我们也就只望不杀我们儿子了 爸您看看那 胡思乱想的毛病又犯了吗 周总没年想的这么不讲道理 拉倒 他讲什么道理 什么时候 他不是一言堂了 哪有我们说话的分 儿子 你记住了 人家财大欺醋嘛 怎么也不会叫 闺女跟着女婿吃苦 他为什么要把你都到香港去了 你知道吗 他是为了稳住招地 把招地留到身边 这一来 你就成了上门女婿了 到我插门 你得全听人家摆布了 儿子 爸 这事不用您放心 您别错了 不 你别不害听儿子 上门女婿不好当啊 你可别没了骨气啊 一个男子 爸 爸 您睡会儿吧 你干什么去 我出去上当厕所 你歇一歇吧 累的 回来我就歇了 lad 我夫人 来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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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那我们回去了 爸,你再睡一会儿 等你睡醒啊 我陪你一块儿去找那个卖假酒的 咋了,我又没开发票啊 找的有什么用 你没开发票啊 没有嘛 那不就亏了两千块钱了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 帮你把那钱弄回来 算了吧,人没事就行 别止疼了 张娇,你坐 你也别忙活了 你也过来 怎么了 你过来听听 张娇 张娇 一会儿啊,我们就回去吧 你们不是刚来嘛 这就要走了 这次来呢 主要不放心你和顺子 来一看你们过得还可以 我就放心了 坐,坐,坐 早点 我就把顺子交给你了 千万别叫他受委屈啊 爸 你怎么了 哎 怎么了 收收东西走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 爸 是不是顺子惹你啊 我们你就不用管了 顺子吃吧 又硬了 我们的 也插不上话 哎 在这带着一点意义没有啊 只要你们过得好好的就行 哎哎哎老爷子 我跟你说啊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你还要我怎么说 我爸儿子都拱手 让给姓周的了 你还叫我说什么 来你交给我 爸 你还对我妈有意见 我对你妈有没有意见 有什么关系啊 啊 这个地方容得向我说一句话吗 你有一些你干嘛不说 要不是人人都喜欢猜灯迷 你妈她让我说过话吗 她哪句话不是瞎照说啊 那是你把自己当太监 你再给我说一遍 爸 我妈 我妈也是为顺子好 去香港能干大事 你们不是都希望顺子有出息吗 是是是是是 顺子跟你妈就特别有出息 跟我们一点出息都没有 我们在这儿屁用都没有 还带着干什么呀 走 爸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我不想说行不行 好狗不挡道 那就把我当成是一条赖皮狗吧 你要不想让顺子去香港去跟我妈说 没必要自个儿在这儿找罪受 你们的事我管不着 跟我也没关系 你们爱去去不爱去拉倒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顺子是你的儿子 你这么做不是把我们家给搅和了吗 你们家门槛那么高 我跨都跨不进来 我能搅和乱把我 可是你儿子已经跨进来了 是 他愿意在这儿给你们当奴才 我跟你妈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必要去跟他抵三下赫 你是把我也给骂进去了 不爱听你又别挡道 爸 爸 下来 你听见没有啊 爸 爸 妈 爸 爸 你爸喜欢喝酒 回头买几瓶好酒给他 别让他在外面买 别让他在外面买 假酒喝多了容易伤身体 那是我爸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吗 真不应该花这笔钱 爸 再怎么说 那是他的一份心意不是吗 爸 妈 回来了啊我们 妈 太太回来了啊 他们人呢 娜娜在楼上 我上楼看看 我上楼看看 爸 爸 爸 这人跑哪儿去了 班长 我爸我妈呢 他们回东州了 为什么呀 我跟他们吵了一架 什么 走了 从医院一回来就走了 娜娜好像也不太高兴 她不让我告诉你 怎么会这样 哎 妈 不是你们怎么回东州了呢 我们不想影响你 影响我什么呀 好好的 我们待着让你难堪 您这说哪儿的话难堪什么呀 我这心里不痛快 算了孙子 你跟赵队过好就行了 啊 别管我们了 回头呢 你跟周总解释一下 就说 我们回东州有急事 啊 我妈回东州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拦不住 他们也没打算叫你回来 没打算叫我回来就不叫啊 你回来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再吵一架 那你们吵什么呀 他们一回来就说要走 我拦着他 还当着赖皮狗了 我拦着你 顺子 说 我昨天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想不想去香港 想听实话吗 废话 我没法说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啊 为什么 我压抑 是因为你爸不愿意 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全部原因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跟你妈合不来 我跟你妈合不来 你怎么跟我妈合不来了 我看你们平时挺像那么回事的 那是庄的 你妈这人太强势了 什么叫强势 强势就是独裁 就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别人说的话永远都听不进去 她怎么听不进别人的话了 她平时不是都挺好的吗 你妈是不是独裁 我跟你说说 你听听 带咱们去香港这件事 是冯闹那天告诉我的 在这之前有没有问过咱们俩的感受呢 没有 昨天在饭桌上吃饭 告诉我爸妈这件事 对不起 我用错词了 是通知我父母这件事 有没有跟我爸妈商量过呢 也没有 但是这件事恰恰与咱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呀 那咱们却参与不了任何意见 这个不叫独裁 叫什么 第二件 叫我来公司工作 当初说好的 是帮她分担压力 好 现在公司出现状况 我费心费力的要帮她保住这家公司 她呢 压根就听不进去 一心就要把这家公司甩手见卖 我能够欲吗 我们的思想根本就没在同一个层面上 我感觉像个附属品没有任何价值 她说如果真需要这么一个人 好啊 你不用把我扣在这儿啊 你随便从大街上找一个人 帮她实施不就完了吗 扣着我干什么呀 老师 你把自己当老板了 你是个助理 助理本来就是应该听老板的 我没说老板要听我的啊 我只是说我们两个思维没在同一个层面上 沟通也有问题 短期合作你就算了 要是长期合作的话 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 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好啊 要去香港的话 我宁可选择去鸭场 自在 回鸭场 回鸭场你是自在了 可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妈好不容易把我找回来了 你让我跟她分开 那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凭什么让我跟我父母分开啊 你跟你父母本来就没住在一块 那是因为你在这儿养胎 不是你劝我回来养胎的吗 是你妈逼着我把你劝回来的 何止又是我委屈你了 你这句话说错了 你没委屈我 是我妈委屈你了 对啊 所有所有的一切全是你妈在背后操控 从你到香港美国 到我到公司上班 到要带咱们去香港 一切一切全是她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问过我的感受呢 没有 有没有给过我一次选择的权利呢 也没有 你真是个扶不起的臭顺子 我妈叫你进公司那是为了栽培你 我妈让你去香港 她是为你好 娜娜你这句话又说错了 她不是为我好 她那是为你好 那你就不想为我好 我怎么没为你好啊 那你干嘛一定要跟我妈吵啊 为你好我就得当一个认真宰割的木偶吗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死要面子活受罪 好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 那我不妨跟你多说几句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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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一谈 好啊妈 话说开的也好 我们谈一谈 好啊妈 话说开的也好 你说的没错 我让娜娜回来养胎 就是想让她离开农村 我让你到公司来帮我 就是想带你们回香港 因为我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之所以瞒着你们 是因为我知道 这样的安排 你们需要一个过程 你在娜娜的心里 有很重要的位置 你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会影响娜娜的决定 所以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先说服你 然后再说服娜娜 直到防茂的那一天 我才有机会跟你说这件事 公司的事情 没有让你充分表达你的想法 是因为我们的方向有一些错位 就好像我想向东 你却让我向西 我想回到香港和先生团聚 你却让我留下来苦苦的挣扎 我们的心思 就不在一件事情上 不过杨顺 我是真没有想到 你对公司的前景这么上心 说实话 我非常感动 如果这件事 让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我向你表示道歉 不用 妈 不用道歉 我也知道 这个计划 我没有任何资格改变的 但是我的想法 您也清楚 您放心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全心全意地辅助您的工作 您不是向往东吗 没问题 那我就帮助您往东走 但是 在这件事结束之后 您不要安排我的生活 因为我想对我的生活 有我自己的幻觉 有我自己的幻觉 这还要问吗 这还要问吗 这是你的义务 妈 您这句话我就不明白了 凭什么我要有义务 因为你是我的女婿 你是娜娜的丈夫 你必须为了家族的继承和发展承担义务 我娶娜娜的时候 她背后可没有你们这个家族 够了 杨顺 当初你在追求娜娜的时候 在我面前慷慨成词 我的祈求我的妥协都没有打动你 现在娜娜有了你的孩子 你却不敢承担其他的幸福了 胡说八道 谁说我不敢承担娜娜的幸福 我就是不想变成一个没有自我的男人 一个不敢担当的男人 还谈什么自我 这是您的想法 现在你给我站住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这儿还有我呆的地儿吗 你说什么屁话 这是你的窝 大半夜的你要出去 哪不是你想再给我发了一个 疯了你 是 我是疯了 我跟你说过 我不是救家居 你啥人就能扔的 现在不是我扔不扔你的事 啊 现在是我高攀不起 你攀都攀他还装什么清白 二瓦石头石头部里爆出来的 杨顺 你就是块软骨头 瘦点回去你就给我甩脸子 谁说我是软骨头 现在我是受不了 我要解脱 你要解脱你就把我扔了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我肚子里怀疑你的二宝 我告诉你 你没法退货了 别急了我跟他退货 要这是废话 我那还怎么回来 我是校圣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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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对不起 对不起 能不能别人走 你要走哪 能不能带上我